我原来也做过一次旅行 它算是一个节点吧 就是在那是06年吧 走到那个长途骑士站 全是站牌 看哪个名字好听 燕门关 去那儿吧 然后买一张票就去那儿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也有一度其实是漫无目的 在那个之前 我在学校教课 做完那次长途旅行之后 我就离开学校了 就是专职作业员 不做老师了 但我觉得你的旅行 就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面 给你一个答案 对 然后我在这个旅程当中 也交到很多朋友 谈到个男朋友 哦 哦 谢谢你 谢谢 你现在在创业 祝愿你的事业蒸蒸日上 然后想过未来 再往后的未来 我喜欢这一行的话 我会想要一直做下去 然后可能之后会增加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吧 或者会把电扩大 我会希望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方向 她不陷在现实生活当中 她是很追求那种浪漫的一副女孩我觉得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计划去发生的 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好的呢 哦这个确实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困惑 因为像我的同龄人呢 他们都是在比如说考公园呢 我就觉得我肯定会跟他们 不一样 其实人对位置是恐惧的 很恐惧的 当然啊 你想我原来就是上出来之前 是在一个汽车厂工作 那就是一个很规律的工作 你在厂里然后干几年 然后找一个你觉得看得顺眼 他不讨厌你的人 然后结婚 然后生孩子 然后 可能就 没什么盼头 有吗 那不就已经结束了吗 就是你一眼看到 你一眼看到结尾了 可能 我更希望我未来的生活 有一些不确定性 这可能才有魅力 假如我知道我该怎么走 然后每一步每一步达到了 那这个 那这个 好像不是那么有趣 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